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加拿大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1858年,弗雷泽和淘金热,沙子也能发光 21917年,哈利法克斯大爆炸,鱼儿耳朵也嗡嗡响 31956年,加拿大和平维持部队成立,鸽子也学会穿军装 那么哦,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1858年,弗雷泽和淘金热,沙子也能发光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要来谈谈那个让人疯狂的年代 1858年,当时在加拿大,不列颠格伦比亚的弗雷泽河畔 发生了一场淘金热,那是一个连沙子都能闪闪发光的时代 当然,那是因为沙子里藏着金子,不是沙子本身变成了黄金 要是那样的话,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谈历史了 而是去河边捡沙子去了 这场淘金热,可以说是一场由河流带来的财富狂潮 当时,有消息传出弗雷泽河中发现了金子 这消息就像是一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引起了巨大的涟漪 成千上万的淘金者,或者说是冒险家,梦想家,赌徒 还有步伐寻找快速致富途径的普通人 他们纷纷涌向这条河流,希望能在沙石中淘到自己的第一桶金 这些淘金者中,有的人是带住家当,有的人是背井离乡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淘金一窍不通 但这次毫不影响他们对黄金的渴望 他们用最原始的方法,用筛子在河里筛杀,希望能筛出黄金来 这个过程,既辛苦又充满了不确定性,就像是在买彩票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筛子里会不会出现让你一夜暴富的金块 当然,这场淘金热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原本宁静的弗雷泽河畔变成了人山人海 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 其次,淘金者之间的竞争导致了紧张和冲突 有时候这些冲突甚至会演变成暴力事件 最后,当地的原住民因为这场淘金热而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和资源 这是一段悲伤的历史 不过,这场淘金热也有它的趣味之处 想象一下,那些淘金者在河边搭起的帐篷 晚上围住篝火交流淘金的秘诀 还有那些在酒吧里吹嘘自己如何从一个小沙历中看出金子光芒的故事 这些故事或许有一半是真的,另一半是酒精和梦想的产物 总之,1858年的弗雷泽河淘金热 是一段充满了冒险、梦想、贪婪和失望的历史 它提醒我们,人类对于黄金的追求从未停止 但在这追求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不忘对自然和社会的责任 毕竟,不是每一把沙子都能发光 但每一段历史都值得我们深思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1917年,哈利法克斯大爆炸 原来耳朵也嗡嗡响 好的,让我们来谈谈1917年的哈利法克斯大爆炸 这是一段历史上的悲剧 但我们会尝试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探讨它 首先,想象一下,你是一条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港附近悠闲游艺的鱼 你可能正在思考今天的午餐是海藻沙拉还是甲胶动物三明治 突然间,你的世界被一声巨像打破 那是如此强烈 以至于你的小月耳朵 科学上称为耳式器官,都感到了震动 这不是你的朋友海豚在玩生那游戏 而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飞核爆炸之一 1917年12月6日 一艘在有大量爆炸物的法国货船蒙特·布朗克号 在哈利法克斯港与一艘挪威船只一幕号相撞 由于一系列不幸的误解和沟通失败 这艘装满了约2925吨爆炸物的船只起火了 并最终在港口中心引发了一场巨大的爆炸 这场爆炸产生的威力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产生了一个相当于2.9级地震的震波 将整个城市移为平地 大约2000人在爆炸中丧生 并有9000多人受伤 甚至连18公里外的地方都能感受到爆炸的冲击波 可以说这是一场让人类和鱼类都震惊的大灾难 哈利法克斯大爆炸不仅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也对海洋生物造成了影响 爆炸产生的水下冲击波 可能对鱼类的听觉系统造成了损伤 而且由于爆炸产生的巨大水柱和随后的海啸 许多水生生物可能被冲到了他们不熟悉的地方 尽管这个故事本身并不幽默 但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比如即使是鱼儿也不能逃避人类的错误 而且这个事件也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洋深处 安全总是第一位的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两艘船在海上相互靠近时 不妨提醒他们 嘿 记得保持安全距离 我们不想再次让鱼儿的耳朵嗡嗡响 对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1956年 加拿大和平维持部队成立 鸽子也学会穿军装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1956年 那个加拿大和平维持部队成立的年份 以及那些传说中的军装鸽子 首先 我们得认识一下加拿大和平维持部队 这支部队的成立 可以说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次创新尝试 在冷战时期 世界两大阵营 美苏对峙 局势紧张 而加拿大则向那个在争吵中保持冷静的中间人 试图用和平的方式来减少冲突 1956年 埃及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 加拿大外交官莱斯特 B.皮尔逊 提出了成立国际和平 维持部队的想法 这个提议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 于是加拿大和平维持部队就这样诞生了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那些军装鸽子 这其实是一个幽默的比喻 用来形容加拿大和平维持部队的特殊角色 我们都知道鸽子是和平的象征 而军装通常与战争和冲突联系在一起 将两者结合起来 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 一方面 和平维持部队的成员确实穿着军装 手持武器 但他们的目标却是维护和平 防止冲突的升级 就像一群穿上军装的鸽子 看起来很有战斗力 实际上却是在传递和平的信息 想象一下 如果鸽子真的穿上了迷彩服 戴上了小小的蓝色贝雷帽 联合国和平维持部队的标志 那将是多么的可爱又滑稽 他们可能会在战区上空盘旋 用他们的鸽子视角监督冲突双方 然后优雅地落在双方领导人的肩膀上 轻声地咕咕提醒他们 喂 别打了 和平多好啊 当然 现实中的和平维持部队面临的任务员 比这个幽默的比喻要复杂得多 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冲突区域中 经常处于危险之中 需要在维护和平与自身安全之间 找到微妙的平衡 但不可否认的是 加拿大和平维持部队的成立 确实为世界和平事业 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那些军装鸽子的形象 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既温馨又幽默的角度 来看待这一严肃而崇高的工作 总结来说 历史中的这些故事 不仅仅是一些事件的简单描述 而是充满了人性的冒险 梦想 贪婪和失望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比如追求黄金的欲望从未停止 但我们也应该对自然和社会承担责任 人类的错误会影响到其他生物 所以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和平可以通过创新和幽默的方式来实现 就像军装鸽子一样 那么 亲爱的观众 你对这些历史故事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有什么问题或者观点 想要和我分享吗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